这份期待已久的报告非常重要 报告详细记录了一个国家紧急应对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方式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范因斯坦表示 中情局的做法远远超出常规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 审查了中情局在海外秘密拘押至少119人 使用恐吓 甚至有时构成酷刑的审讯手段的情况 范因斯坦还说更有甚者 违逼审讯手段并没有获得中情局所称的那种 不然就无法获得的情报 这份报告经过5年的调查 耗资4000万美元 然而报告所指出的 奥巴马总统早已说过 我们对一些人用了刑 奥巴马还指责中情局 在有关波兰和罗马尼亚等秘密监狱情况方面 欺骗了白宫和公众 其中包括模拟使用了一种近似逆臂的极端审讯方式 这份报告说 审讯人员对911袭击事件策划者谢赫 穆罕默德动用了183次水行 报告还声称 特工人员对在押人员进行了职肠灌食 尽管医学上毫无这种需要 另外还有被监禁人员数百小时不得睡觉 并且还被告知其家属将受到伤害 还有一次说家属遭到性侵 中情局承认有错 但是局长约翰·布兰南表示 审讯有助于挫败袭击挽救生命 并说中情局协助美国找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 不过调查报告对此予以搏斥 与此同时 一些中情局前官员开设了一个网站 为该局的工作进行辩护 并且反映了前总统小布什的一些看法 小布什说 假如被俘恐怖分子了解针对我们国土的阴谋情报 我们就必须知道他到底了解什么 前中情局官员查尔斯·艾伦说 他们从事了不得不进行的工作 我参加了当时一个小组的活动 坐在桌子边 我可能会有所保留 不过打击本拉登 弄清内幕 并将之粉碎和摧毁的压力和决心确实太大 不过昔日的战俘 共和党籍参议员麦肯恩 在参议院会上发言时 态度坚定 他称中情局的活动 给国家的名誉抹了黑 在期待酷刑 能使我们更加安全的问题上 我们放弃的太多太多 国会议员 甚至行政当级官员都担心 这份报告的发表可能引发针对美国人员和设施的攻击 美国驻外使馆和军事设施目前高度戒备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 斯尔丁华盛顿报道